大家好 欢迎回到文昭谈古论金 开头咱们先说一件事情 就是长久以来一直有在大陆的网友询问 如何在墙内订阅咱们的 会员网站文昭.ca怎么样支付 开始我是通过与第三方合作的方式 用户可以用支付宝来支付 但是大约在一年以前这条路就被卡断了 好消息是我刚刚和澳洲的科技公司网门合作 解决了这个支付问题 在大陆的网友不需要翻墙 只需要完成三步 第一就是在电脑上下载安装一个网门软件 或者是在手机上安装一个环门应用程序 网门环门其实是一个东西 一个是电脑版 一个是手机版而已 第二步就是注册一个网门或者环门的用户 取一个用户名 然后设一个密码 不需要搜集您的电子邮件 或者是电话之类的个人信息 是安全的 第三步就是直接可以通过微信或者paypal支付了 成为咱们的会员 您就可以阅览付费网站上的全部内容了 就这么简单 网门从事突破网络信息封锁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年了 其实咱们频道的老观众对它已经不陌生了 我每次节目在那个置顶留言发的 国内观众不用翻墙观看的短链接 就是出自于网门 所以我和它之间的已经有长时间的信任和合作 这次解决墙内的支付问题是更加深入的合作 当然这只是提供了一种选择 墙内的观众 您也可以继续使用VPN翻墙 用信用卡paypal这些老的办法来支付 关于如何下载和使用网门 我会在本集节目的置顶留言当中有步骤的介绍 也会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有介绍 朋友们可以去看 那么好 书归正传 说到今天的时事话题了 近日台湾的联合报有消息说 早在今年4月份和5月上旬 美军就有进驻台湾了 这可是一条很劲爆的消息 这个消息的起源是来自于4月份 有一位在台湾新竹虎口陆军部队服役的士兵 他应该是做勤务工作的一位士兵 在社交媒体上抱怨 火防的业务突然增加了 连午休时间都没有 明明付一样的钱 凭什么美方人员就可以喝瓶装牛奶 我们就要可怜的泡奶粉了 就发出了这样的抱怨 所谓美方人员呢 当然就是指美军人员 能够进到军事单位里的 当然就是对方的军事人员嘛 而且来的美军人员吧 肯定不是三五个 以至于导致这个厨房的勤务工作增加 这个小哥都有点吃不消了 连午休时间都没有了 那有媒体的分析指 这次进驻的美军 应该就是美国陆军的第五安全合作旅 他们在亚太地区的印尼 菲律宾等国都有活动 他们的主要任务呢 是协助当地陆军学习作战策略和技巧 其实呢 他应该算是一个顾问团队培训队伍 他们就是来做铺垫工作的 同时呢 也是了解这些国家军队内部的作业流程 那对于美军来了这条消息呢 台湾的陆军司令部表示不欲置评 不承认也不否认 这个态度呢 其实就算是默认 这其实已经不是美军来台湾的第一波消息了 去年11月份就有消息放出来 当时来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指导台湾方面的训练 而这次来的是美国陆军的顾问团队 所以海陆这方面都有互动了 那空军呢 别急 空军也有 因为台湾向美国订购的F-16V 战机交货以后 肯定台湾的飞行员也会在美国受训 除此之外呢 那向美国订购的M1A2坦克交货之后 台湾的陆军人员也会去美国受训 所以美军人员来台 和台方军事人员去美 他表示的是美台在陆海空各军兵种方面的交流互动 正在热络展开 说明美国国会通过的一系列和台湾加强互动的法案 正在落实 只是不那么高调 但是一直在做 就传达出这么一个信息 那么这个消息对于对岸来讲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呢 其实就是上手打脸了 大家可能还记得2018年的时候 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新 撂过一句狠话 说美军抵台之日 就是我们武统之时 现在美军就说 我就抵了 台湾就说 对啊 我就让他抵了 你捅啊 你捅啊 就是这么一个情景 但是你仔细区分呢 从去年到今年 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对待与台湾军事交流方面 态度也还是有所不同的 去年美国海军陆战队来台的时候呢 中华民国海军司令部是证实了的 那个时候呢 因为川普政府讲的是逐渐消除所谓战略模糊政策 也就是态度很明确的挺台湾了 台湾这边呢 是得到了美国非常明确的支持 自己腰杆也比较硬 说话呢 也就比较放得开一些 顾虑少一些 而这一次呢 是通过士兵 看起来好像是偶然抱怨 走漏了消息 放风给媒体 这样把信息释放出来的 看起来拜登 是想在和台湾的军事交流互动方面 弄得更加隐晦一点 态度更含混一些 不那么高调 但趋势呢 是明确的 就是美台的军事交流互动会越来越频繁 而且呢 我们看得出来 它已经铺开深入各军兵种 会越来越进入实际操作的协同阶段 这其实呢 就是对中共那边不断派军机 绕台飞行加大频率的一个对冲 你这边来的越频繁 展示出要武统台湾呢 加大这个作战训练力度 那美军也去得越频繁 美台的军事交流互动也越频繁 那习近平你接下来要怎么样 你看着办 所以美台这个新动作呢 也相当于是给习近平出了难题了 除此之外啊 习近平在内部也突然受到了逆袭 就是久已不发生的 针对高层的爆料 又发生了 一般针对高层爆料 就说明习近平对高层缺少控制力嘛 才会闹出这种事情来 结果呢 你看它又出现了 而且这次爆料的针对对象比较奇怪 针对的是刘鹤 英国金融时报近期报道 副总理刘鹤的儿子刘天然 他虽然表面上遵守规定 退出了他父亲负责监管的金融领域 但实际上呢 是明退暗不退 他原先担任主席的 那个天一子腾资产管理公司 他实际上还在背后控制着他 进行秘密交易呢 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呢 其实也是刘天然自己创办的 在这些秘密交易当中 刘天然大手笔的投资 京东和腾讯这些公司 而且获利颇丰 如果按照石兴的说法 给这种行为扣个帽子 应该叫什么呢 应该就叫两面人吧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意识形态上的两面人呢 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 金融领域的两面人呢 就叫做配合监管反监管 你还是在干着 破坏金融秩序的事情 所谓消息人士 对金融时报放风说 这个天一子腾公司 是在2016年成立的 是刘天然担任主席 转过年来 在2017年4月份 也就是刘鹤在19大上 升任政治局委员的头半年 刘天然辞去了 这个公司主席的职务 2018年呢 又把他的股份转让给了 公司另外一名高层 形式上呢 是履行了习近平 要求领导干部 管好自己家人的规定 在他父亲 负责监管的行业里面呢 他不去办公司 不担任管理职务 可是你看这个刘天然 他既不担任 这个公司的管理职务 也不拥有股份吧 但是似乎仍然是 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这又是一个中国特色 你有关系你就是控制人 就不要求你有什么股权 也没人在乎那个东西 然后呢 这家资产管理公司 就用自己名下控制的资金 大举投资 京东和腾讯 这些电商和互联网巨头 这些决策呢 看来仍是出自于刘天然 因此呢 他也赚了不少 这家天一紫腾公司 过去五年发展迅速 其控制下的资产 估计已经有超过 一百亿元人民币了 他在上海和北京的办事处 工作人员有超过三十 这就是这个爆料的大体内容 这个爆料呢 他先是非常狠 同时呢 又非常怪 为什么说他狠呢 因为他不仅揭露了 刘鹤家庭的问题啊 儿子靠着老子发大财 而且呢 你看他把刘鹤和京东 和腾讯 间接地扯在了一起 这些中国电商和互联网的巨头 现在正处在风口浪尖呢 正是习近平的眼中钉 正在用反垄断的名义 整他们呢 主要原因呢 就是他们对人们日常生活的 干预能力越来越大 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权力了 这就让习总相当不安 那么金融领域负责监管的最高责任人 是副总理刘鹤 你儿子靠着京东和腾讯发了大财 请问这里面 有没有你的份呢 没有你的授意或者开绿灯 你儿子能干这事吗 就是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请问你刘鹤 你是负责监管呢 还是在和这些电商互联网巨头 串通起来挖墙脚呢 也就暗示你有破坏党的稳定事业的嫌疑了 因为这两家公司就是居心不良嘛 那你说你在里面扮演个啥角色呢 就有这个暗示 所以说这条爆料啊 它非常的狠 为什么又说它怪呢 就是你要拿他儿子的理由来整刘鹤 你干嘛不早点整啊 他儿子搞秘密交易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从2017年以后就开始了 你怎么2021年 都5月份了才拿出来说事呢 刘鹤是1952年生人 明年中共二十大 他就70岁了 按照现在的年龄规定呢 他肯定是没有机会成为 下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 升上去是没有指望了 作为政治局委员副国籍呢 70岁也到了退休年龄 那你现在爆他的料去整他有什么意思呢 反正他都要退下来了 这就比较令人费解了 那咱们来分析一下这背后的原因 我认为比较大的第一种可能 就是有人通过制造话题来制造筹码 也就是说呢 把刘鹤的家底都接出来 而且还居心不良 还是两面人 那习近平你看 你要不要查办他呢 你查处了那么多腐败分子 什么政治上不忠诚的两面人 那现在这个消息摆在这儿 你总得有点态度吧 好 你是不是要给广大党员干部一个交代呢 刘鹤呢 是你的发小 又是你的心腹 肯定这个习近平想要保他 那行 你保他也可以 我也不为难你 我也不追究炒作这个事情了 但是呢 你是不是也要对我有点表示啊 对于我这一派提出的二十大上的领导班子人选 那你是不是也要有所接纳呢 就是这么一个交易 就是这么个意思 通过把可说不可说的问题故意炒大 又摆出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去卖乖讨便宜 不管内斗还是外斗 这都是常用的手法 我们在日本排放核废水那一集节目当中 就介绍过这种思路了 这是我个人猜测比较大的一种可能 因为刘鹤本人并没有升迁上去的希望 所以攻击他呢 也就是对立派系 想要交换另外一个政治局委员职务的意思 最有可能的呢 就是刘鹤现在的职务 负责金融领域的副总理 未来的接替人选 虽然呢 这个职务它并不是政治局常委 但是呢 它涉及到金融维稳 涉及到中共的生命命脉 也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 也会是未来争夺的一个热点 这是我的一个推测 咱们留待以后去检验 另外一种可能呢 就是就算刘鹤退休了 也不可能升任常委 也许他目前对未来一些安排 还有很重的发言权 你这一爆料呢 说你刘鹤一屁股把的不干净了 你说话就气短了 那么在未来一些关键决策的形成过程中 你就不说话了 免得我说话又被别人接着攻击我 我现在只是给你个警告 也许人家还有猛料在后面呢 那我干脆就不说话了 所以相当于就把刘鹤压下去 扫除一个障碍 那这也是权斗当中爆料经常要达到的目的 另外呢习近平和刘鹤最近确实关系比较微妙 5月中旬习近平去河南视察的过程当中呢 新闻爆出来刘鹤并不在他身边 并没有陪同 要知道刘鹤加上中办主任丁薛祥 再加上发改委主任何立峰 这几个亲信班底呢 是习近平外出考察的时候的固定搭配 但是这次习近平去河南考察 刘鹤的角色就换成了另外一个副总理胡春华 这也是很引人注意的 华尔街日报是说 习近平在考虑近期把刘鹤换下来 换另外一个人去当那个中美谈判的中方牵头人 以及呢我们这个节目不久之前也谈到过 刘鹤十几年前写的一篇否定文革的文章 又被重新翻了出来 所以看起来呢 刘鹤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啊 最近是出了一些问题 产生了嫌隙 目前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 习近平呢是想重走计划经济老路 复活文革2.0 而刘鹤呢 很可能在这方面是不赞成的 他毕竟留学美国嘛 而且从他和美国谈判的过程中看得出来 他本人弹性还是比较大的 那就可能和习近平之间产生了一些路线分歧 就有了嫌隙 而有人呢爆料刘鹤的意思就是想再加一把火 把这两个人拆散 但是呢咱们分析到这儿 可能有的朋友会提出另外一种猜测 这会不会是习近平自己整出来的事情 爆一下刘鹤的料 来敲打一下刘鹤的啊 你不要跟我朝不同方向走 不让我整你 这种可能性呢 应该说可以排除 因为习近平他掌握了一切体制资源 他有一百种办法去敲打刘鹤 而且让刘鹤准确的领会到这个敲打 来自于习总 不会产生误解 比方说他敲打王岐山 不就把王岐山的秘书董宏给抓了吗 习近平作为已经掌握体制资源的人 他是不喜欢使用体制外资源的 什么通过外媒放风 这个就不会是习近平考虑的 因为你通过外媒一放风就不可控 不可控就横生枝节 等于给自己拆台 这不会是习近平考虑问题的思路 从刘鹤被捅刀子 其实也算是习近平被逆袭吧 这个事情我们至少还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就是习近平还远远没有强到 完全驯服党内政治对手的目的 一到人事换届的关键时刻 你看他们还是有办法出来搞事 而且他还是能够制造一些筹码 去和习近平讨价还价 还是有资本的 所以习近平这个一尊 目前还是名归实未至 再有一点就是大家 我不知道注意到没有 金融时报所说的 刘天然天一子腾资产管理公司 控制的资本上百亿元 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的新天玉资本 其资产规模也就是200亿元人民币左右 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的博裕资本 其规模也是几百亿元 可是大家看刘鹤当副总理才多少年 他儿子手中的财富聚集速度就这么快 谁在台上谁管事 很快那个资产就汇集到了 他们那一派人的手下 反腐这么些年一点没有减缓 权贵的财富聚集速度是吧 只是财富流向谁的问题 其他没什么实质的变化 所谓反腐不过如此啊 今天的时事话题呢 咱们就聊到这儿啊 明天星期六 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昭.ca上 是硅谷影工带来的节目 败账停抵国投资指南 也就是拜登搞出的高通胀时代 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财务问题 尹兄最近在这方面有些实操经验 所以有些心得想和大家分享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 祝大家周末愉快 在星期六呢 咱们文昭思绪飞扬那个频道也有更新 在文昭谈古论金这个频道 咱们星期一再见